這是現在賣1000多塊的焊台 TOR T12-X 它和現在主流的焊台最大的不同是它的電源部分 像正點原子的T100 文宇的815P 菲尼瑞斯的HS-01 還有正點原子的T80 這些烙鐵和焊台它們所用的電源全都是開關電源 而TOR T12用的是傳統線性變壓器作為電源 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開關電源和線性變壓器作為電源的焊台 在使用上並沒有特別大的區別 因為我們常規的焊接對於電路板來說都是斷電的狀態 那麼像TOR T12這種用線性變壓器作為電源的焊台又有什麼優勢呢? 如果說你用這個焊台作為生產力工具 那麼它的耐用性和壽命將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對於線性變壓器作為電源的焊台來說 它的壽命一定會比開關電源更長 因為它的電壓和能量轉換部分就只有兩個線圈和一堆硅缸片 開關電源的代載能力是由變壓器的參數 外部功率開關管、散熱設計的好壞等等一系列因素構成 任何一個有短板都會降低它的負載能力 但是線性變壓器它的結構很簡單 在參數設計合理的情況下 線性變壓器是允許在一定時間內過載使用的 還有就是大家最關心的對外干擾的問題 如果說你需要在通電的情況下 對電路板進行焊接和調適操作 那麼線性變壓器所帶來的干擾肯定是比開關電源要小很多 因為線性變壓器的初級和次級線圈之間是沒有任何東西連接的 它們之間只有輕微的感應電壓存在 我們從開關電源的結構中可以看到 開關電源為了解決供膜干擾的問題會添加歪電容 這個歪電容是直接或者間接將輸入和輸出相連的 那它會給高頻信號一個較低阻力的通路 這樣它就會形成漏電流和漏電壓 所以相對來說用開關電源來供電的焊台 它對外界的干擾會比用變壓器的那一種要高一些 像托爾T12這種用線性變壓器供電的焊台 它之所以會貴一些 還有一個原因是 變壓器的製造成本和運輸成本都會比開關電源高一些 不過它還有一些小細節 這是托爾T12的烙鐵頭 右邊這個是同尺寸的其他品牌的烙鐵頭 據廠家的介紹 它的烙鐵頭是用CNC加工出來的 表面比較光滑細膩 而其他廠家的烙鐵頭大多是用砂輪磨出來的 會比較粗糙 可能你普通的焊接感覺不到它有什麼區別 但是你在做比較精細的維修的時候 即使是新的烙鐵頭也不會像菜刀一樣那麼鋒利 托爾T12是為數不多用線性變壓器作為電源的焊台 雖然說它的顏值確實不怎麼高 但是它在壽命和扛造方面還是有底氣的 再加上它可以快速更換烙鐵頭 把它加入你的工具箱還是有一定價值的 不知道你更喜歡哪一種電源供電的焊台 我們評論區去聊一聊 好了,我是雞電將,我們下期見